我们来讲一下Function Function的部分特别之处 这个开头叫Sub 当然这个开头就是Function 它是辨识这个关键字 如果你分关键字 不是Function 它就不会有所谓的制定函数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做完之后 我要把它清除一下 你会发现插入函数 你会发现现在因为我那个Function 我刚刚把它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就不会有 我们刚刚出现的使用者制定 除非说你要在你的模组里面 增加至少一个以上的Function 这边才会出现一个类别 叫做使用者制定 特别之应该懂那个逻辑 我们来试一下 而且我这里面希望有一个函数 叫做手机函数 手机的函数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边输入什么 输入Function 这个Function这个字 如果你怕打错的话 逻辑一样 刚才就记一下Function F-U-N-C-T-I-O-N 按个Enter就好了 那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什么 后刮弧 然后后面加endFunction 这样是一个方法 如果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你是怕那个Function自在背不起来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插入上面有一个什么 程序 插入程序里面有个Function 然后你就把那个名称加在这里 Function 这种选的 然后按确定 这样也会出现 不过它会多一个叫Public Public就共用 要不要跟别人共用这个Function 其实现在先不要管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专案 所以没有其他的专案 没有共用的问题 先把共用Public拿掉没关系 好 那结果也是一样 如果你怕是打错的话 可以用什么 插入程序 这边也可以 用选的 这样也可以 那这字也不难记 只是说有时候难免 有些同学比较少接触这些东西 会怕打不出这个字的话 不然你就看这个字再打一个 输入上去按确定 好 那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 Sub跟Function 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也就是说 Sub是有点像 那个是 怎么讲 它是不互动的 反正就做完就算了 它自动就是 帮你把那个资料 从哪边抓过来 放到哪边 它不会跟你互动 也不会问你问题 可是Function不一样 Function是会一直问问题 它问什么 它会跳出去 跳出那个对话方块 问你三个问题 请问一下 你至少要给我三个讯息 我才会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就跟那个 里面内建函数一样 它会问你问题 有没有 你要看懂问题 你给它对的资料 它给你 你要的结果 如果你给错的资料 那它当然公司就错误了 OK 所以 逻辑上是一模一样 它要哪三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它一定会跟你要什么 电信业者 第二个 门号区码 第三个门号末码 所以呢 怎么样跟使用者要资料 请特别注意后面有个刮文 这个刮文 这个刮文就是你要几个参数 就从这边着手 所以特别注意 一般习惯 拖篮的话 可以拿这三个篮位 坎兽司 坎兽司之后的话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Function刮文里面 中间加豆点就可以了 贴上之后的话 那它的只要一个 一个 就是将来会跳出一个文字方块的话 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参数 叫电信业者 然后门号区码 门号末码 中间加豆点 它将来就跳出一格两格三格 使用者就知道 我给你这个 它就会去选什么 选这个上面的施列 特别说 它选到之后 那这边不是装饰用的 它就会帮我把1 放到这里面来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参数 然后就用参数怎么样 帮我带过来 然后我将来计算结果再丢 丢回给谁呢 丢回给自己本身 所以自己再去接到结果 那因为游标 我将来要放在这里 所以它会把这个的结果 又丢到这边来 就有点像一个cycle 然后中间会跟你互动 跟你要三个问题 你做完之后就丢回去 所以怎么写 接下来 所以我们待会选这个放进来 选这个放进来 选这个放进来 所以这三个里面都有放三个资料 那我们就拿这三个资料做什么 记得 最后计算结果一定会丢回给自己本身 所以开头一定是自己 等于什么呢 等于09 and什么呢 后面是一个11 11放哪里 电信业者 所以将来就是把这个and后面加什么 电信业者 他就把09and 因为你给我11 那我就给你 我就帮你把11放进来 and 再一个什么 简的符号 有没有 然后在and什么呢 and 把门号区码格式化成三码 所以要写的方法跟刚刚一样 VBA 点 format 你这边有了 然后钱瓜糊 把什么呢 把这个门号区码放过来 有没有 他就把84放过来 然后逗点 我要三码输出 所以我就000 后瓜糊一下 那后面的话当然只差末 所以 把这边公式再复制到哪里 后面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末就可以了 OK 好 程式就 撰写完成了 OK 那这边注意哦 我们跟上面好像起来蛮像的 差别是什么 差别是这三个 1 2 3 是从上面过来的 还有呢 丢回给谁呢 刚刚刚是丢回给那个依然的那一个储存格 那现在的话是丢回给谁 那现在的话是丢回给谁 就是丢回给自己 那你想说为什么丢回给自己 因为你现在 将来 你的储存格一定在这里 所以你就会丢回给自己之后的话 他就会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会刚好丢到那个储存格的所在位置 有没有 就完成了 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到逻辑吧 所以你会发现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主要是观念的厘清 制定函数跟sub 跟那种run的方法是不同的 如果说当然 你将来如果说你觉得sub就够了 方圆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OK 好 因为我发现还是用sub比较多 只是说 同学还是有必要了解 所以有些同学喜欢用这种方法的说决定 OK 但如果每个人用法不一样 如果你们有比较特殊的需求 特殊的用法 也许可以跟我讲一下 或者特殊的变化 因为我不知道 有些问题你们没有提 可能我也不特别说明 主要还是针对同学的需求 我可以再衍生性的再多讲一些些 OK 因为你们回去试试看吧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让让看 所以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所以关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那不用啊 因为最后其实 我们其实 输入完之后 这边自己点 还要回来自己点 对啊 因为你假设插入函数 对不对 这边是有使用的定义 然后手机就出现了 按确定完 跳出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它只会产生一个 底下的话就点两下 所以最后这个点两下动作 有点像回圈 OK 所以它的RUN的逻辑 跟SUB不一样 所以等于是我们是用那个Function的功能 写一个字笠 对 字笠 创一个函数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Function本身 你不要想说在里面写一个回圈 因为它基本上就不会有回圈 像SUB一样自动完成的功能 所以两者 所以使用的时间点 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同学 突然学 两个都学的话 很容易搞混 尤其是不常用的 像Function的同学 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写 不会没关系 以后至少你要知道 然后我会把这个 放云端上面 你会忘记 反正就是有点像是 范本 总会改吧 暂时忘记也没关系 因为很多同学迹记心都不好 那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云端上 我说你们反正可以参考 OK 以后照着作为总会吧 OK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至少要知道这个原理原则 然后我是建议 如果这些可以留下来 以后呢 你只要知道原理原则 然后再有一个范本 将来即便你要再用 你也不需要说 哇 重新又再想半天 其实我最怕就是说很多事情 明明你本来就会了 但是你不忘了把它弃下来 然后你又要再重做一遍 哇 真的是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我自己在 在处理一些东西 我尽量就 同样的事情 你要再浪费时间 再重新再做过一遍 不然真的是 但是很没有效率 试一下这部分 不能 对 对 对